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大家都知道現在經濟比較差, 蘭桂芳大家都知道去抱的人多數都會去玩玩, 原來蘭桂芳現在有酒吧竟然出現寧願頂手費, 還有這些happy hour竟然人多不多過經理說大部分酒吧都捱著, 有些更誇張還說現在受到窮遊影響,生意差, 旅客看完價錢借過廁所走鬼了, 說真,你說窮遊這件事又不能怪得旅客因為大陸他們經濟不太好, 你想他們用好多錢來旅遊, 其實遊叫做有多少不切實際, 所以這件事又阻礙不了, 沒錢就沒錢,窮不窮遊也控制不了。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他們記者在工作下午歡樂時光去到中環蘭桂芳, 發現街邊人流好少, 店頭又沒人, 是得些少旅客在附近道路打卡。 有酒吧負責人提到, 過去兩三個月是生意最差的時期, 還說現在大部分酒吧都是捱的, 看下誰捱得住。 而香港酒吧業協會主席接受電話訪問時提到, 他說現在酒吧業界整體生意相較2018年普遍少三成, 個別酒吧更加少四成, 不知會輸多少個月。 酒吧經理簡先生表示, 近三個月生意情況明顯下跌, 疫情通關後亦跌, 跌了三至四成, 他們本來以為通關後生意好, 可以慢慢回升。 本地又繼續消費, 再加上外地旅客怎知通關後, 那班市民全部返回大陸消費, 或者去外郵, 形容現在是報復式旅遊, 他說都沒辦法, 他說現在只能捱, 他說過去兩三個月是生意最差的時期, 他說現在大部分酒吧都是得個捱字, 看下誰捱得住, 就說現在出現結業潮, 如果是引起連鎖反應的話就慘啦, 說現在你條街淨急抱又多, 市民的消費意欲又會更加低, 那其實這裏之前同大家分析過啦, 好有可能現在出現一個極端情況, 怎樣為之極端情況呀? 就是說他們那個生意額, 或者是倒閉會不會是倒閉到某一個程度, 整個市場平衡了, 才會停倒下來, 因為現在市場份額已經不能足以支撐, 他們的營運, 只能夠一直撿撿撿, 撿到近上下為止, 就叫做完成, 當沒事, 那就可以留下的, 繼續做到生意啦。 說如果是出現過這樣的情況, 其實是好恐怖的一件事來的喔, 大家有無想到呀? 幾時才叫動態平衡呀? 幾時才叫是撿到舊呀? 如果你撿的時候又有新鋪帶一直開呢? 那這一個撿撿潮不就不斷地存在, 因為你要知道喔, 不是說你撿撿完就沒有人繼續開的嘛, 你是撿撿和新開張兩樣同時存在的, 你走了有人租, 那他租完可能倒閉又再有人不斷不斷地接手, 喂! 這樣搞的話, 倒閉到幾時才能夠倒閉呀? 幾時才可以做到一個平衡呀? 就是這樣一直玩玩玩玩玩呀, 就搞到他們的倒閉潮是叫做沒完沒了呀, 我想這個亦都是其中一個原因來的。 那看回報道啦, 報道提到啦, 他說政府現在大力推動盛市經濟喔, 阿簡先生認為呀, 盛市即是能夠幫助流量, 不是銷量呀, 他是煙花呀, 展覽這些活動, 對他們實體店鋪幫助不大呀, 他說窮遊熱潮興起呀, 部分旅客呀, 用最低的成本獲得最高的效益, 認為對酒吧等等的高消費產業影響好大呀, 甚至乎呀, 有些客呀, 看完價錢借過廁所呀走呀, 他說來蘭桂方這班旅客不是來消費的, 只是來打卡的咳, 個個是看著攻略過來的, 人家打咩卡, 那他們就打咩卡咯。 那記者問的, 會不會有優惠呀? 阿簡先生就說, 店裡的消費已經不高的啦, 認為提供優惠是一個惡性競爭呀, 就說不會做, 大部分的商店生意好差, 出些招數好誇張呀。 那他們亦都訪問了一個新開酒吧的負責人, 這個人叫唐小姐呀, 他說現在市道差, 他說周末期間生意會好少少, 但就算假期生意都不好呀, 因為市民北上消費呀, 他說平時的生意額幾千到一萬, 周末就三到四成啦, 高了三到四成呀, 他說店頭推出優惠去應對客人流失問題, 譬如Happy Hour, 萬一送一, 希望吸引到更加多的香港人留在消費, 嘩, 平時生意幾千到一萬元, 你蝕硬的呀, 我當你一萬元好未, 三十日, 有幾多日, 是周末啦, 大家懂計啦, 就算周末都是高三到四成, 我比進你是五十萬, 不會好高的營業額咯。 而且他分析, 香港人外出消費的原因有兩個, 第一, 服務質素同性價比, 他在講呀, 香港消費不太高, 一杯啤酒幾十元, 雖然比咖啡貴貴少少, 他說性價比都算是高的, 希望香港人支持香港人生意啦, 至於有沒有內地或者外國旅客過來消費呢, 他說比較少, 他說多數拍下相打下卡, 消費不高, 那麼難貴方做調酒師的陳生的話, 說到平時生意是比以往更加慘淡呀, 夜晚街道無人的, 人流一般, 他說兩地關口開放, 加上高鐵開放之後, 返大陸好方便呀, 全部人想去消費呀, 而且香港酒吧消費高過內地的, 就說香港人不想消費是影響店舖生意, 甚至乎他自己的朋友都有去深圳消費, 他們店舖為了應對淡貴, 就開始出現優惠去吸客啦, 但是不夠去年開業初期的好生意, 他問到目前營業額和開業初期的差距, 他說開店的時候是臨近晚聖節、聖誕節, 所以多客的預計要去到暑假, 那些客人才會多返呀, 你說預計暑假才會多返, 那麼多幾多呢? 多兩三成? 多兩三成, 那你前面虧的都不是這個數啦, 搞不定呀, 而香港酒吧業協會主席亦都說到, 他說現時酒吧業界整體生意, 是比2018年少了三成, 個別是四成呀, 他說每晚輸三到四萬呀, 那開幾耐輸幾耐, 難怪是零元頂手都沒人要啦。 提到酒吧倒閉的情況是怎樣呢? 他說現時上算健康, 雖然放盤數量增加, 有人執、有人接手, 但是接盤費是有大幅下降的情況呀, 以往酒吧放盤最少是五十到六十萬, 現在出現零首期呀。 如果是零頂首費的話, 即是代表一件事, 他們只是想拿回個押金, 或者是連租都不上交, 頂不順個租, 要趕快走呀。 那是恐怖呀, 因為就算你政府去推些什麼夜經濟呀, 這樣那樣, 其實我自己看啦, 即是所謂的興奮劑呀, 你們覺得興奮劑能不能夠持續吃呀? 不能夠的嘛, 你能不能夠持續找到興奮劑呀? 亦都無可能的嘛, 不要說你香港呀, 就算大陸, 至薄消效都收收底皮啦。 而人家一個咁紅的項目, 都是玩了一段好短的時間收皮啦, 而且現在大家的消費觀念亦都不同了, 收入亦都低了, 而且支出高了有公樓的, 可能亦都受到加息影響, 陰工的, 現在給多了錢工樓的。 那你說, 還哪有人出來消費呀? 有時未必關北上事的。 因為北上其實一直都有的, 只不過是過了三年之後, 人家的報復性出油而已。 但是我們亦都要講到一件事, 就是可能現在的人因為疫情, 就混在香港太久了, 全部不是去大陸就會去外國的, 有錢就儲起它, 再加上高息環境呀。 所以這個倒閉潮會持續到多久了。 好啦, 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 大家有什麼想講呢? 下邊留言啦, 我們下集再見啦, 拜拜!